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多次梦见佛台菩萨走了 油灯不结莲花 也梦不到师父法身 可悲的是前几天 我下班 开车过十字路口 打人撞骨折 对方要求住VIP病房 雇用护工 一天要五百多块 保险公司只报销一部分 其余要我自己承担 大夫说伤者要躺一个一两个月不能动 我和先生感觉很绝望 负担不起 卡里只有几千块 两天就花没了 先生和我抱头痛哭 上香的时候我和菩萨妈妈哭诉 我知道是自己的业障太重 都怪自己没有保护好莲花 对不起菩萨 对不起师父 可是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哭诉完第二天 奇迹出现了 师父在东方台慈悲帮我看图腾并加持我 说第二天就会好起来 果真第二天起来 精神抖擞 心情愉悦 似乎一夜之间 一切阴霾都散去了 只睡了四五个小时 头也不疼了 无限感恩菩萨妈妈和恩师 原本以为我是被遗忘的可怜可气虫 被业障拖累的无法自拔 无法喘息 只能在万分唾孔中呻吟 被业力的苦海吞没 像我业障这么重的人 喊菩萨妈妈 菩萨妈妈竟然也听见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 无限感恩 伟大的观世音菩萨妈妈和伟大的恩师 师父看图腾说我的莲花掉了 要注意银血 吃素干净点 嘴巴不要乱讲话 我总结了一下 由于先生不休 夫妻生活没有节制 吃素不干净 还有多次梦好不过 梦里和别人暧昧 网络上遇到同休的好的异性师兄 会愿意去接近 错把爱慕之情当成仰慕之情 自己都不知情的这种错节感受 已经是犯了淫邪了 有次睡前看韩国电影 男演员的形象一直在脑子里 当晚有夫妻知识 形象也没散去 犯了严重的淫邪 这就是师父说不让乱看的原因 我发愿一年内不再主动看电影电视剧 做到后继续许 这些太害人了 同休自己没有彻底忏悔 没有彻底改毛病 业障太重 最终没有功德了 脱不住莲花 最珍贵的莲花 由于自己没有严谨守戒 没有努力修行 没有如履薄冰 掉了 伯友们 我就是一个反面教材 希望能警醒师兄们 好好保住自己的莲花 不要不以为然的修行修心 不要以为没有报应 众因得果 丝毫不爽 连意念都要控制好 修行真的是如履薄冰啊 我错了 真的错了 对不起菩萨 对不起师父 我深深的忏悔 希望能得到菩萨和师父的原谅 弟子许愿给师父放生十万条鱼 弟子要好好尊师重道 好好修以报佛恩 以上分享 如有不如理不如法 请求菩萨妈妈原谅 请求护法神原谅 感恩师父 弟子分享好了 好了好了 谢谢你